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个阳是阴的 就代表三个男性三个女性 然后你把三个阳阳看成一个阳阳 把下面两个阴阳也看成一个阴阳 那就是个坎向 这就告诉我们 爱情的路是坎坷的 是会有很多让你晚上睡得着觉 白天做不了事的 所以我们要走感情的路 你一定要按照闲挂给你的一些启发 你慢慢去找会比较正常 减少很多苦恼 我们来看挂词 他告诉你 嫌恨力真 取你吉 这个力在这里最好解释时疑的疑 你很时疑 很时疑 你就要以此度正 他说会不会亨通 是看你正不正 那为什么不倒过来说 你要正才能亨通 他没有 他告诉你 你不正其实也亨通 因为人与人总有感情 爱错人也是一种爱情 他会亨通 只是这个亨通里面 你要小心 他不一定质疑 因为人心是肉胀的 他是会动的 既然会动 他有感应 可是感应有好有坏 所以你如果走正道 你就比较时疑 你就比较好 你如果走歪门邪道 那你试试看看 最后倒霉是自己 娶女吉 就是你找到适当的对象 你跟她结婚 你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家庭 你看了这个人 你很喜欢 你一直去追求他 不一定有好的结果 你听人家介绍 你听父母的话 看起来好像你没有用 说不定你皇后婚姻很美满 其实我们有太多的案例 你说以前有什么梅硕之言 那是老套 那现在不是吗 现在婚姻有色在干什么呢 可是你无路可走之后 你又要走到婚姻有色了 那婚姻有色不是做梅吗 最后你能够不禀报父母吗 父母不点头 你们两个以后婚日子好过吗 我们都是把以前的解释很僵化 然后就拼命去骂他 这个骂了半天也没用嘛 你骂了半天 回头你还是要有人介绍 你回头还是要没人 你回头还是要父母点头 那名词不一样而已 闲挂整体所反映出来的坎相 向人们暗示出 爱情的道路上会存在着诸多坎坷 要想成就一场顺利圆满的爱情 就需要按照闲挂所给的启发 慢慢地去走 那么根据闲挂的吞词 在男女双方从陌生到相爱 对到结婚这个过程中 都需要遵循哪些必要的原则 同时注意哪些重要的问题呢 我们来看吞词 闲 感业 什么叫感 感情 感觉 感动 感化 独角感 因为人不可能没有感情 因为你的心会动 你看到钱会不会惊动 打人惊动 也是这种感 你看到人家关注得很大 你会不会行动 也行动 我又有天像他 那就是感 可见这个闲挂不完全是限定于男女之间的感情 不见得 你跟万物都有感应 你看到一个桌子吗 说我好喜欢 你看这个 这个颜色我不好 喜欢 你马上有一个反应 那就叫感应 人离不开感 柔上而刚下 你看上面是什么挂 上面是对 对是阴少阳多 所以叫阴挂 下面是梗 梗是阴多阳少 所以叫阳挂 阴挂柔在上 阳挂 刚在下 各位如果倒过来怎么样 倒过来那个山 就把那个折压得实实的 你动都不能动 所以一定要上面比较柔的 下面比较强的你才能动 那动才有感觉 所以二气感应 二气感应就是什么 上面是个阴挂 它阴气是向下的 下面是个阳挂 阳气是上升的 阴往下阳往上 才会有交感 相于就是相亲的意思 爱不爱还不知道 但是最起码已经亲近了 子而愿 子是什么意思 各位想想看 为什么少男 他是个山的挂 就是说你去追求 女生的时候 你要似可而止 否则的话 那人家就告你 告你骚扰 不是说我可喜欢他 你喜欢他是一回事 人家喜不喜欢 你要小心 所以他用一个子 就是说你只能够表现 你的诚意是没有改变的 但是你不能说 我的力量是无止境的 哪不可以 有一条线 你不能跨越 说其实跟月子是通的 你可以看到 少女 她不能动 她只能暗示你 她很喜悦 她接受 你的好意 只能如此而已 少男跟山一般 她要很独实 很紧秤 然后去求少女 少女为她的诚心 所感动 她嘴巴不能答应 只能用脸色 来回应她 这样慢慢的 两个人 就有感觉 而不是用嘴巴讲的 你爱我吗 我爱你 爱到什么地步 爱到爱到 反正讲一大堆 没有用 因为没有心 她已经告诉你 这是没有心的 所以大家听了天气 你会觉得很奇怪 没有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心它是永远存在的 它怎么可能没有 它怎么可能没有 所以无心之感是告诉你说 你不要用心去计较 用心去衡量利害关系 但是你要诚心 你要专心 你要没有杂量的心 那就对了 男下女是以亨 男下女它有很多含义 就是男生 你想追求这个对象 最起码你要认为他 比较尊贵你 你才值得吧 随随便便 那随随便便算什么男女朋友呢 那就一般朋友而已 事与亨 就是说你要男下女 才合理 这个理跟礼貌的理 是相通的 你要合这个理 你才会亨通 否则 后面问题一大堆 因为结婚之前 如果那个男的 都不把你当作 比较尊贵的对象 那你以后 日子怎么过 所以我常常跟很多 年轻的女生讲 我说你要保持 适当的矜持 矜持就是 虽然你心里很热 但是表面要比较冷一点 如果男生约你吃饭 你一定要他出钱 你现在没有 各付各的 我是个女生 我还付钱给你凑合凑合 那我根本我就不接受你 还有更妙的 那个男生长得比较高 女生长得比较矮 然后一只手乐在他脖子 乐在他简直是人都站不直的 这种男朋友你也要 那你太可怜了 完全是拙见自己 力真 什么叫力真 力就是发富情 而指浮礼 才叫礼 你有情感 要适当的表现 但是要直以 那个世俗的礼节 所能接受的范围 这样就对了 你看你问一个女生 你喜欢 那个男生吗 他点头说是 那你看传出去 像话 那样就觉得 哎 大概自己知道条件太差了 生怕嫁不出去 看到谁 跟你表示一点意见 你马上就要了 那你不是很可怜吗 所以你去看 差不多女生都说 才不要 才不要就是要嘛 要不然讲那么认真 干什么呢 像这种看起来好像是相反的 其实是相成的 取礼机 取礼机就是你要按照正当的分配程序 你才会吉祥 现在不是 我们两个来电了 那反正现在也没人管 那手机上 发短信 也没人知道 打电话 只有我们两个听得到 那到旅馆去 反正他也不查你 那你还有什么程序 不程序 所以现在时髦 只谈恋爱 不结婚 只结婚 也不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 也不生小孩 生小孩就把他丢掉 这算什么事到人心 可是人对到了这个地步 他还不会反省 他还认为进步 那就是很可怜的 我们可以看到 取礼机也 其实它是告诉你 你要根据整个的过程 你要一步一步去走 这个将来才会走出一个横挂来 所以讲到这里 我们就希望大家 当你看到闲挂的时候 你心目当中要有横挂 将来你读横挂的时候 你心目当中要有闲挂 这样你才知道 为什么这两个挂 它是相中的 颠过来倒过去 颠过来倒过去 你看你谈恋爱的时候 你就想到 我要终生一辈子跟他相扫 那你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 当你节奏了以后 你希望我们能够常相守 你就知道 我们以前那个爱情 不能让他一下就不见了 那就好了 嫌狠就是从爱情 变成夫妇的那个完整的过程 那个是无伦之手 是人伦之最要紧的基础 在恋爱时 男人应该给予女人应有的尊重和爱护 女人也需要保持合理的坚持与理解 男女双方应当按照正当的婚配程序 让坎坎的爱情最终走向恒久的婚姻 这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伦理要求 同时也符合自然界的发展规律 那么男女相爱的现象 在自然界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判词下面紧接着告诉我们 天地感而万物化身 你看天有什么 天就是个阳气而已 地就是个阴气而已 这个阴它是望下的 那阳是望上的 那这两个怎么会互动呢 就表示什么 表示你是阳 你要有那种奉献的心 你要舍得把你的阳光 普照大地 你要舍得 我只顾我自己 我自己看得见就好了 我不管你 我连一餐饭都什么都请你 那你就不要追求对象了 我是想 我要什么 把我的热照到地上去 那么地上有了这个热气以后 它呢 就会变成气体 气体才会上升 上升以后 碰到冷的时候 它有冷却 然后变雾 最后变雨水 再掉下来 有这么一个 往往交易的时候 天地 恶气 才会使得万物 一个一个产生出来 圣人 看到这种现象 他就知道 我们要 感动人心 天下才会太平 不是说 我一天到晚 发号是令 我一天到晚 下命令 告诉你 做什么 那没有用 这个明星 不能像你的时候 你这个圣人 是假的 观其所干 我们只要用心 去观察观察 整个宇宙万象 他们彼此互动的情况 你会知道 这当中都是有真情在里面 你看那个草 他得到露水以后 他那种表情就是不一样 就叫心心向荣 他也是很有感激之心的 只是他不会说话而已 而天地万物之情 可见义 那我们就很容易去了解 你从自然转到人世上 怎么齐家 怎么治国 怎么平天下 这个道理 你都应该很清楚 在自然界 有了阴阳二级的互动 才生出万事万物 在人类社会 有了男女相爱结合 人类才会生生不息 可见男女之间 爱情的产生 及发展 是符合自然界的 发展规律的 人们应当合理地 看待爱情 那么关于恋爱中的男女 如何相处 是否也能在自然界中 找到对应的现象呢 大象传怎么说的 山上有折 为什么要说山上有折呢 折就是水 地上也有水 地下也有水 哪里都有水 可是你看山上有折 它就在告诉你 这个折水在高山上 它是没有受到污染的 这个折水如果已经受到污染 你身旁边留下来 所以一座山 高山上的水 为什么特别清新可爱 就是它没有受到污染 它是个很清纯的少女 然后下面这座山 它是知道礼节的 它是知道不能过分 才是表示我尊重 爱惜这个良好的 没有受污染的水 没有啊 我一座山 你流水 我通通的你流光 这有什么水都没有 山则是要通气的 但是通气 并不是说 你有多少水 我通通流光呢 那上面也没有水了 所以你还是要保护它 让它慢慢慢慢的 才能够彼此相容 所以山是实的 则是虚的 一虚一实 一阳一阳 彼此才可以相容 这样就叫做现 那君子看到这种状况 他就体会到 啊 我们做人要谦虚 你才能够包容大家 你越谦虚 你就包容越多的人 以虚受人 就是不妄自尊大的意思 你看一个茶符 里面专盲的水 你就再也专盲的 任何水进去 一个茶符 它是空的 你就可以泡茶 为什么 因为水就可以进去 一个茶杯 装的酱油 你就不能装醋 一个茶杯 不管你装的什么东西 你就满了 你就没用了 所以做人一定要虚 你才能够包容一切 如果你有主见 你有偏见 你说我知道了 不用你说了 那什么都进不来 恋爱中的男女双方 彼此尊重 彼此关爱 彼此包容 有热情 但不缺乏应有的原则和礼节 这是闲挂大象传 从宏观上传达给人们的一些恋爱观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 却存在着很多早恋 一夜情等现象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根据闲挂的道理 人们怎样做曾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呢 杂瓜传里面已经讲了 嫌素眼感情是来得很快 可是中国人说来得很快的 你就要特别小心 要缓慢一点才不会出错 这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你不要太冲动 因为这个东西会一发而不可受死 你看现在所发生的问题就这样 因为这个 说男青年 现在父母根本就不管这一档 他无从管起 因为他自己不懂 他只是道爱啊 时代不同了 现在小孩子成熟得快了 他们怎么样呢 找一大堆理由来堂射 来逃避责任 这个就是教育 观念不正确所展成的恶果 小孩子 你喜欢我喜欢 然后两个人就偷偷地就在一起 有的你看看 初中不到他就怀孕了 然后他会紧张 就去找医生 所以你看 一到暑假 妇产各医生生意就好了 不是真的去生产 而是去打胎去流产 父母也不知道 我不想你当什么父母 还有呢 以后到处都要准备保险套 说既然你们没有办法控制 你们就防止这个防止那个 那我一下就成什么世界 你看现在很多那个 很会写小说的 那些人都告诉你 我们是不在乎有多长 不在乎怎么样 我们是在乎这短暂的时间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意识性 其实现在我们很多观念 就是受这个意识性的 感染所造成的 所以才会有一夜情 这个一夜情 意识性 用完就丢 这都是同一个观念所造成的 我们只看眼前 以后没有我们的说 那人类还像个人吗 任何事情都是物极必反 我相信我们很快会走回头路 我们是因为信息不足 我们是因为有些人回来 他为了标新利益 他就给我们很错误的观念 所造成的恶果 以中华民族的智慧 我们想要扭转回来 你看我们把这个扭转都叫做 扭转乾坤 就是乾道跟坤道 已经错乱了 要回复正 那讲到这里 大家一定会很清楚的说 整个夏经就是回复的开始 要回复我们纯真的感情 要回复我们应有的互动的方式 才会亨力争 我们接下来就要把六摇 一个一个来分析 你才知道 心心相应 它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而不是像闪电一样的 快快快快快 不是那样的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